大家好,我是千锋好诚实验大书记讲师大汉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一下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sauce 叫做什么,thrift sauce 那么thrift sauce,它是bloom sauce当中其中的一个 bloom实现了这个服务端 因此我们可以用任意的编程语言 编写自己的客户端来进行采集数据 然后发送给thrift的sauc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thrift的sauce如何去配置 以及如何去使用 那么我们首先从官网来看一下它如何去配置 那对于这种sauce的配置 那还是要以它的官网为基准去使用 我们找到对用的什么,对用thrift的sauce 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thriftsauce和什么 和我们之前学的这个aeralsauce是比较类似的 对吧 那它这里边 那这里边这个 需要一个什么 type类型thrift 然后绑定什么 绑定一个主机名 然后还要绑定什么 绑定一个端口 对吧 那这是什么 这是必须要绑定的 也就是说必须要配置的 那么 那我们就来配置一下thriftsauc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文档啊 首先呢我们来编辑一下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同样 大家一起编辑一下这样一个文件 就是thrift-log.conf 然后呢 将这些的内容添加进来 将这些内容添加进来 那咱们这里边 这一部分 还是什么 在描述各个组件的名称 对吧 描述各个组件的名称 描述我们这个圆 描述什么圆 类型thrift 然后呢 监听的端口是mini 然后呢 监听的主机是mini 然后监听的端口是4141 那然后呢 下面就是什么 下面就是 它sync的类型logger 然后我们选用了内存的这样一个channel 然后最后将什么 将这个sauce 跟channel保定 sync呢 跟channel保定 那这样呢我的客户端 我的服务端 这样 这是作为我们的服务端对吧 那么我们服务端 就已经ok了 对吧 那ok了之后 我们要将它启动起来 也就是它要去接受什么 接受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 那flomo-ng 然后agent-c 然后agent-c 找到什么 找到它的默认的配置文件 -fl 按到这个要加载我们什么 加载我们 刚才配置的 这个什么 这个文件 然后又启动哪个agent-a1 去启动 Az给安证它 通过名字去启动 对吧 这个端口 对吧 刚才我们要 就要往这个端口 发送什么 发送 迷你依待机上 4141的端口 真的发生了 发送 sriff的类型的消息 那这如何去发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 Java代码这部分实现 那就是我们这部分 Java代码实现 那首先呢 首先有这样一个类 然后呢 有这样几个 有这样一个类 对吧 然后呢 有这样几个属相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明显是 客户端 RPC的客户端 然后呢 主机名 还有什么 还有端口号 然后我们首先 这里面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 一个方法 然后呢 这里面通过什么 通过主机名 和端口号 我们可以什么 获取到这个 获取到这个 客户端 获取到客户端 那有了客户端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 通过 把这个数据 包装成什么 包装成event 然后呢 通过客户端去什么 去发送 通过客户端去发送 然后呢 这里面定义了一个什么 高安币客户端的一个方法 那这样 那这个客户端实际上 这些方法 我们就定义完了 那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搞一个什么 搞一个主函数 主函数呢 首先呢 我先来一个 通的一个客户端 然后什么 初始化他 对吧 首先来一个 类的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他进行什么 定义了 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客户端 那初始化客户端之后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通过这个客户端去什么 去发送 去发送这样一个 请求 然后将数据什么 将数据写入到 Floom 对吧 那这里面是一个什么 定义了一个 Hello Floom 这样一个走串 对吧 然后呢 打印 然后呢 向客户端发送这样一个走串 对吧 向Floom的服务端发送这样一个走串 最后呢 将什么 将服务关闭 最后将服务关闭 那好 那我们现在服务端呢 已经启动下来了 那么下面 我们就试一下 我们现在编写的代码 能否降低什么 将这些数据发送给什么 发送给我们的 Floom的这个服务端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测试一下 那这里面 这里面 我这个IP地址 对吧 由于我是要写 迷你一台机器的IP地址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里面配置的 是不是迷你一啊 对吧 是不是迷你一啊 迷你一四一四一 那实际上 我们可以再开个端口啊 可以看一下 迷你一台机器 这个四一四一端口 现在是什么 是被监听的一个状态的 那是谁在杠 嗯 LTP 四一四一端口 对吧 明显它是在一个什么 被监听的一个状态的 嗯 那好 那么我们来发送一下 我们的数据 这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窗口看 明显看见 数据发送过来了 对吧 数据发送过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 Thrift的Source 那还要强调一点 Thrift的Source呢 它支持多语言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可以使用任何你熟悉的语言去编辑 这样的一个客户端 将数据呢 发送给 Floom的 Thrift的Source 那好 那关于 Thrift的Source呢 我们就 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 ze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